怎么敢往人心上撞 我 我没有 不是我 是他自己过来撞的我 叶哥 原来是你 哎呀 林初夏高浪 你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这玉啊 可是我旁边这位宋万少最喜欢的玉 你们竟然把他的玉给撞碎了 宋和少 北城裁罚世家宋家的宋和少 哟 想不到你们香巴老儿还有点见识 还知道我是谁啊 那你们创毁了我的玉佩 你们说怎么办吧 就是啊 林初夏你说怎么办吧 你欺负我就算了 我啊好不容易在宋和少身边找到工作 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 故意撞到我撞碎宋和少的玉吧 你胡说八道 我没有 我没有 好一个故意的 我看你是怀疑了吧 敢碰坏我宋和少的玉 对宋少 我看林初夏他就是故意的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让他赔钱 你 我就不是故意的 我更没有欺负谁 肯定是你的手下 故意报复我 故意把玉摔废的 宋少爷 你就这么相信他说的话吗 是啊宋少 您手下留情 初夏绝对不是那种 为了欺负别人 就随意打坏别人东西的人 怎么 你说我宋和少是傻子吗 我说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您别生气啊 宋少爷 你就这么轻易的相信 是我摔碎的那个玉吗 我刚才都没碰到他 都死到临头了 林初夏 你还在狡辩 林初夏 你完了 你完了 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 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头认错 并且把我的皮鞋 给我擦干净了 我就不要你双倍赔上了 只要你们按原价赔上去 听到了吗 还不赶紧跪下 多亏现在宋少大发慈悲 林初夏 你就偷着乱了 宋少 你手下留情啊 我们肯定会赔偿给你的 你就放过初夏吧 你看你那没出去的样子 别求我抓紧时间给我跪下 别逼着我翻脸 我的忍耐 可是有限度的 老公 你没事吧 宋少爷 你也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我宋少 想打就打了 你算哪只葱啊 你管我 你管我 宋少 您看这个林初夏 他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您还是让他双倍赔偿吧 正好啊 让他老公 要把高氏都赔进去 我看他还怎么当高家的儿媳妇 我看也是 林初夏 既然给你机会 你不要 那你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赔偿吧 八百万 这下看你该怎么办 什么 八百万 宋少 我弟初夏给您跪下了 您您就少一少 你不要为了我给他下跪起来 现在我反悔了 谁让我刚才给你们机会 你们不抓住 现在我要两倍的赔偿 并且你们下跪给我道歉 不然 我就让我爷爷把你们赶出北城去 宋少 您说的太对了 这种垃圾啊 就该滚出北城 这种垃圾啊 就该滚出北城 求您不要 求您不要这么做啊 老公 你不要求他们 我赔 什么 说一下 那可是八百万啊 你拿什么赔啊 老公 相信我 我有办法 难道 难道你又想找花神工 可是这次是钱啊 他这次一定不会帮我们的 林初夏 你别以为上次有花神工的人帮你 你就是花神工的人了 我们宋少可都查清楚了 你根本就不是花神工的贵宾 别白日做梦指望花神工的人来帮你了 花神工帮不帮是我的事 和你这种阴险小人无关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小人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搬上花神工的高枝的 你这种人活该破产 我老公之前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我老公之前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初夏 别吵了 花神工的确已经还过人情了 这一次肯定不会再帮我们了 要不我们还是给他们先道个歉吧 哈哈 林初夏 你还是和你老公学学吧 早点看清现实 早点求饶的话弄不好 我还发发慈悲 饶了你们了 老公 我真的赔得起 你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再也不会让你丢脸了 看不出来啊林初夏 我宋二少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到你这种厚颜无耻 吹牛逼都不再脸红的女人 我安三倍赔给你 但是你要为你刚刚随便打人道歉 如果我付不起 我马上跪下来求你 这个赌 你敢打吗 小燕 你听到没 赶紧让林小姐给我们转账 我要三倍 一千两百万 我要三倍 一千两百万 来 好 宋少 马上让他转账 初夏 初夏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上次只是运气好 难道这次你真的要把高市机团排进去啊 高冷啊 这次你算是惨了 你就等着破产吧 我受的苦 你也要受一遍 真有意思 我还真想给你们道歉 但是 你痴人说梦吧 是不是痴人说梦 你马上就知道了 待会 我别耍赖 不道歉 来 小燕 让他转着 我看看林小姐能给我们转几毛钱 林初夏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说的可是一千两百万 可不是一千两百万 看你这转钱的价势 底气还挺足的 底气还挺足的 你还真是说对了 你就是小看我 钱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你该道歉了 小燕 看看林小姐给我们转了多少钱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孙哥 这不可能 林初夏他 真的转了一千二百万 什么 这不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真的是一千二百万 怎么样 该道歉了吧 这怎么回事 你不说他就是一个黄脸婆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黄脸婆 初夏 你你你你哪里那么多钱啊 是花神宫给我的作为报答 花神宫真大方呀 你这废话 连这个事情都没弄清楚 初夏 都说你这个贱人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你就是想看我出手 是不是 你就是想看我出手 是不是 你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简直是让人佩服 明明是你自己来照查的 现在倒是说 我来看你笑话 你说这话 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赶紧给我们道歉 你这个废物 让我在这乡村爷父面前 又进了脸面 宋少 你想要谢 您想要谢 我来替你道歉 我来替你道歉 哼 我不会道歉的 林初夏 你休想让我看到一个 给这黄脸婆的女人道歉 难不成 宋少爷想耍赖 这可是你自己亲口答应的 难不成 你堂堂宋家二少爷 是只会耍赖的小人吗 哼 林初夏 你别太嚣张 小心 我让我爷爷把你赶出北城去 初夏 要不还是算了 他可是宋家的二少 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好吧 老公 我听你的 哼 算你实相